今天的健康時間要來聊到的是 現在受到東北京風的印象 其實北部這裡降雨在今天是蠻明顯的 而且季節進入到了秋冬 其實之後越來越多日子會下雨 那麼也提醒大家 其實在下雨天的時候 尤其是騎車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加小心 因為其實眼睛是非常容易受到感染的 我們先來看到眼科醫生 他就有特別強調說 像是在好雨的時候騎車 因為雨水非常容易噴到眼睛裡面 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大家就會習慣揉眼睛 但在這個時候呢 非常容易引發所謂的急性過敏結膜炎 為什麼在好雨的時候 這狀況會特別嚴重 其實當中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包含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空氣當中 事實上是非常的髒的 空氣中有很多的懸浮微粒這些髒污 所以下雨的話 不管你有沒有騎車都盡量不要淋雨 因為這個雨都是不乾淨的 尤其是在眼睛周圍 還有眼睛的表面 如果噴到雨水的話 千萬在這個時候不要揉 因為一揉反而會把雨水的髒污 還有細菌都揉到眼睛裡面 可能會引發我們剛剛講到的結膜炎 會有明顯的紅腫跟癢的感覺 尤其是如果你在騎車的時候 你戴的是半罩的安全帽 就是不是那種四分之三 雨水很容易會直接打到臉上的 像是灰塵跟髒污 這些都非常容易進到眼睛裡面 那有什麼樣子可以預防呢 因為每天騎車上班 可能是大家通勤最重要的方式了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安全帽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半罩是非常容易 雨水噴到眼睛 如果今天用的是全罩安全帽 相對來說就比較不容易 還有雨水如果噴到眼睛裡面的話 可以用生理食鹽水來沖洗 最好的方式是 如果你是要戴隱形眼鏡的話 下雨狀況可以考慮呢 先戴著眼鏡到目的地之後 再把隱形眼鏡給戴上 相對來說其實也會降低感染的機率 這樣子來說是比較安全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護 好接下來我們來聊到的是 各位男性觀眾朋友 不知道你們平常會不會有 上完洗手間之後 坐在馬桶上滑手機 還不願意起來的狀態呢 如果有的話可能要改掉這個習慣 我們先來看到一個案例 有一名受醫師 因為他平常看診 就已經常常坐在椅子上 加上他上廁所常常蹲馬桶 就是半個小時起跳 有時候滑手機 有時候看書 結果有一天呢 他的左側的高丸出現 悶痛跟不舒服的感覺 就醫發現居然是 金鎖靜脈曲張 大家知道金鎖靜脈曲張是什麼嗎 其實他可能就是在高丸上面的一種疾病 主要是你高丸的血管 血液回流不順 大部分都發生在 九站跟九坐的狀態下 除了金鎖靜脈曲張外 九站跟九坐也很容易引起 所謂的痔瘡 還有小腿跟下肢的靜脈曲張 所以醫生就有特別強調 尤其是泌尿科醫生 他就強調說 其實在馬桶上 九坐是非常容易造成這樣的狀況 建議呢 蹲馬桶不要超過五分鐘 因為在蹲馬桶的時候 不管你是坐著還是蹲著 其實是下半身用力的狀況 腹部的壓力會增加 血液要回流就會受到阻礙 相對來說痔瘡啊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筋鎖靜脈曲張 還有這個小腿下肢的靜脈曲張 就非常容易發生 那大家可能會擔心說 我在馬桶上坐的不夠久 如果我排的不乾淨怎麼辦呢 醫生有特別強調 最好的方式大概是五分鐘左右 就先起來 稍微走動活動一下 也刺激腸胃蠕動之後呢 大約十分鐘之後 其實這時候你會想要再一次排一遍 那當然又再坐回去馬桶上 把它排乾淨之後就趕快起來 所以提醒大家 在馬桶上面滑手機 或者是看書這樣子的習慣 最好要改一改 好了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平常大家睡覺 如果是側睡的話 有注意到自己是偏左睡還是偏右睡嗎 有些人可能是往左側睡 會覺得好像心臟不是很舒服 擔心自己是不是有心血管疾病 事實上醫生就講 因為我們的心臟在中間偏左的位置 所以靠左睡的時候 心臟會比較靠近體表 我們相對也會比較容易感受到 心臟跳動的這個感覺 這不代表心臟不舒服 醫生說不管是左側睡還是右側睡 只要是舒服的睡姿都是健康的 如果真的是心臟有問題 包含像是心臟衰竭的患者的話 其實就連躺平睡覺的時候 都會有呼吸困難的感受 睡姿與心臟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尤其對於心臟功能及血液循環的影響 不同的睡姿會對心臟施加不同的壓力 影響心臟的健康 很多人會因為左側睡而感到心臟不舒服 而很擔心自己有心臟疾病 其實因為心臟是位於中間偏左 若是靠左側睡 心臟會比較靠近體表 就會容易感受到心臟 以及與平常不同的感覺 事實上 不論是左側睡或是右側睡 只要是舒服的睡姿都是好的 和心臟病比較相關的睡姿 應該是端坐呼吸 也就是需要坐姿或者是 頭高半握的狀態才能夠入睡 根據統計 最重要的是睡得好 美國心臟協會也把睡眠 列為人生八大事之一 良好的睡眠習慣 不僅對心臟健康很重要 對整體健康也很重要 心臟和睡眠關係非常密切 但心臟病患的睡眠問題 主要是打呼呼吸睡眠中止 所引起的心律不整缺氧等 進而影響心臟功能及心臟病 左睡右睡並非問題 而對於有心臟輸血功能不足 心臟衰竭的病人 背躺著睡可能會惡化肺水腫 尤其夜間醒來會呼吸急觸的人 就有必要加高枕頭的高度 而事實上枕頭要有多高 才能呼吸順暢 以及體重腳踝總大程度等簡單數據 對衡量心臟病的進展都很有幫助 正常的睡眠對身體一定是有正面的好處 然而心臟功能不好 甚至是心臟衰竭的病人 睡眠的姿勢卻常常是一大挑戰 由於心臟功能衰退 心臟不容易將血液輸送至全身器官 造成肺部內的液體量增加 佔據氣體交換的容積 關於睡肢對健康的影響 其實可以分為幾個層面 比較常見的像是呼吸睡眠中止症的病人 其實側躺是對他們有幫助的 因為側躺的時候 能夠比較避免呼吸道的塌陷 對呼吸會比較有幫忙 睡肢與健康之間的關聯性 是複雜且多層面的 不同的睡肢不僅影響睡眠質量 還會對脊椎關節呼吸心臟和消化系統 產生深遠影響 根據2022年那個荷蘭團隊的研究 如果是向右躺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們的奔門 這是我們的胃 如果向右躺的時候 胃會在上面 奔門在下面 胃酸容易起來 反正如果向左邊躺的時候 奔門在上面 胃在下面 所以這個時候 胃酸不容易到食道過來 所以會適當的減輕一下 胃食道內流的症狀 後續好幾個研究都證明了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應該盡量向左側躺 而不是向右側躺 像對胃食道逆流 可以減輕在半夜的時候的不舒服 對於容易在晚上發作 胃食道逆流的民眾來說 左側躺的一個睡姿 是比較容易避免 在夜間發作的一個情況 原因是因為在左側躺的時候 胃的水平高度 是在食道的下方 所以重力的一個原因 導致這個胃酸的一個 逆流的機會就大幅的降低 醫師認為長時間睡眠 也不會一直維持相同的姿勢 國際上過去曾有一些 針對左睡 右睡的小規模研究 但並沒有大規模的研究 一屆至今也無法定論 近年來主力研究方向 都是心臟與睡眠的關係 目前現有的證據而言 最好的睡姿 就是自己喜歡的睡姿 TVBS新聞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